好,大家來看立體式 立體式就真的要來解了 這個我們來解一下 就是這個AX加B 這種形式的 那請大家注意一下 你這個如果要 做的比較類似有一個SOP這種感覺的話呢 請你就把位之數都擺在左邊 數字都擺在右邊 想辦法把數字都移到右邊去 位之數都放左邊 最後,我們最後要得到什麼呢 我們最後最後 要得到的就是X 它的一個範圍到底是在哪裡 X的範圍呢 到底是大於 小於大於等於 還是小於等於這個數字 我們最後呢要得到這個結果 所以你一定要朝著這個目標去前進 好了,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第一個題目 3X加4呢 大於等於16 你要解這個3X加4大於等於16 老師在旁邊先問你一下 你會不會解3X加4等於16你會解嗎 如果等於16你會解喔 那第一小題這個大於等於16就簡單喔 这个3x加4呢 等于16 你的解法是这样 第一步先把加4移到右边 变成减4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 这个3x呢 就会等于16 然后呢是减4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3x呢会等于 16减4是多少 12 然后你再来就把这个乘以3呢 移到右边变除以3 所以左边只剩下一个x 右边叫12除以3 我们把它写成分数的形式 除以3 12除以3是多少呢 就是等于4 等于4 这个是方程式 那你会解 那如果是不等式的话呢 请注意一下 不等式的差别只是在于说 不等式的差别只是在于 当你遇到这个乘 或者是除一个负数的时候 乘或除一个负数的时候 记得方向要改变 不等式的方向要改变 不等号的方向要改变 就是这样子 只是差别就差别在这个地方 来我们来说明看看 请看第一小题 3x加4大于等于16 首先呢我把加4移到右边 好咯 左边还是3x 16还是16 加4移到右边变减4 诶你看哦 很像嘛 对不对 但是这时候请注意哦 移来加减移来移去 符号不用改变 大于还是大于 小于还是小于 所以还是大于等于咯 注意哦 不等式要跟等式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的方向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呢你可以得到3x呢 你可以得到3x呢 就会大于等于16-4 叫做12 好再来你这里呢 乘以3乘以3移过来要变成 除以3 除以3好左边剩下一个x 右边叫做12 除以3 除以3 除以一个正数 不用改变方向 所以原来大于等于后面还是大于等于 所以最后的答案就变成是 x大于等于12除以3 12除以3就是4 最后的答案就是x呢 大于等于4 x大于等于4 好再来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 左右呢都有x 左右都有x 那怎么办呢 首先先把3x移到左边来 什么叫3x移到左边来 叫做两边同时都减掉3x 两边同时减掉3x 两边同时减掉3x呢 这个符号方向不会改变 小于还是写小于 右边呢就剩下一个4 那5x减3x呢 它其实是剩下2x 2x呢变成2x小于4 这时候呢你再把这个2呢 乘以2移过来变除以2 左边剩下一个x 右边叫做4除以2 除以2 除以2会不会改变方向呢 不会因为我们只有在乘负 或者是除以负数的时候 才会改变方向 除以2 2是正数 不会改变方向 小于还是写小于 所以最后的答案就叫做x呢 小于4除以2就是2 最后的答案就是这样 第三小题 第三小题怎么做呢 首先把这个减5移到右边 变成加5咯 所以左边呢还是-4x 15加5 15呢 然后加5 加5会不会改变方向呢 加5 加减都不会改变方向 不管你是加正还是加负都不会 只有乘负数 或除以负数才会 这里呢 方向还是一样 小于或等于 所以我们最后可以得到呢 这个-4x 小于或等于 15加5 叫做20 好再来 左边呢 有一个-4 乘以负4 移到右边来 变除以负4 好咯 这时候左边剩下一个x 右边叫做20 除以负4 除以负4 请注意 这时候就符合我们的规定咯 符合我们的这个 除以负的规定 除以负数的时候 这个方向会改变 本来小于等于会变成大于等于 所以呢 最后的答案就会变成x 大于或等于 20除以负4 叫做负5 这是最后的一个答案 好 我们来看第四小题 第四小题呢 左右两边都有x 请你先把x移到左边来 所以呢 移到左边来 其实它是加的意思 本来是负x 移到左边来变成加x 加减不会改变方向 原来大于等于 后来还是大于等于 右边剩下12 好咯 负2x加上一个x 负2加1 负2加1是多少呢 负2加1就变成负1x 大于等于还是写大于等于 12 那这时候呢 你必须要把这个负号呢 移到右边去 移到右边去 叫做两边都乘以负1 两边乘以负1 把这个负号移到右边 叫做两边乘以负1 或说两边除以负1 也是可以的 左边呢 剩下一个x 右边叫12除以负1 那这个已经到除到 除以负数了 除以负数 除以负数就必须要改变方向 那原来是大于等于 后来变小于等于 要改变方向 所以最后算出来结果 叫做x呢 小于或等于 12除以负1 叫做负12 这是最后的一个答案 好 这个做法呢 我们再提醒大家 跟方程式几乎都是很像的 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当你不等式两边 乘以负数 或除以负数的时候 方向要改变 就差别在这里